測試看看 蓋錯不要笑我 好 蓋錯了 水都不見了 啊 白癡喔 這樣子啦 我在想什麼 好的 我們重來 這樣子 然後這邊補起來 然後這樣子 啊 這個是我要在空島蓋的啦 你們會覺得為什麼要蓋這個 對不對 所以要蓋這個東西咧 來 請龍我介紹 啊 我們去那邊附魔 鑽石鎬 再來是 嗯 效率 耐久 還有一個是什麼 效率耐久 絲綢 我知道是絲綢 這個 這個東西 答啦 我來介紹一下喔 為什麼要這樣蓋 這東西咧 會這樣蓋的原因是因為 你看 它是石頭 不是鵝卵石 平時蓋的東西叫鵝卵石製造機 但這個東西叫做石頭製造機 然後那時候覺得 哇 這東西好棒喔 我一定要在空島蓋 結果 我完全忘記要在空島蓋這個東西了 難怪那時候想說 我記得我還有東西要蓋啊 怎麼想不起來 結果忘記 完全跑去蓋到鵝卵石製造機了 這很棒嗎 就不用燒了耶 這很棒耶 你們懂多棒嗎 對阿 這就是 你就省了 去燒的時間 你就是 要多少 你就挖多少 這樣子 嗯 等一下喔 反正就是 自己牽線嘛 隨便牽 隨便牽 開心牽就好 然後這個的話 我也想蓋在那個 那個 輕鬆生存裡面 對啊 重點要有絲綢啊 有絲綢 然後 可是而且我覺得 那個阿 我那個空島其實絲綢生很快 要絲綢其實可以有耶 那就這樣子 都是石頭 然後如果小羽缺石頭的話 剛才有說不缺 我幫你蓋一個石頭製造機 超無意義的有沒有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維特克里爾 不是 嗯 這個 生存 不知道一下喔 可是 我們現階段會缺的就是 鐵了啦 我會缺的是鐵啦 就是 羊毛那些需要 幾乘幾啊 3 3 4 5 沒有 3 3 5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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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材料出門 那時候在那個哪裡巧克白的伺服器也是 就是要挖 然後那時候在掏空那個 紅土地形 就掏到快死掉了 然後那時候又很害怕說有人把我們的風火台A走之類的 因為那時候我們是剛進去所以是新手階段 然後風火台那些什麼都沒有 所以就很怕東西都被拿走 好在我們是可以就是用 用個命名牌 不是命名牌啊那叫什麼 用個告示牌說這是煩心的 拜託不要跟我拿不要偷走 會挖爆啊 挖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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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爆 挖對面去了 呃 呃 呃 就效率真的是好成這樣子 所以 我剛剛原本沒有想到蓋到這邊來啦 應該也不會到這邊吧 欸挖的距離多長啊 看一下喔 6 6個嗎 6個嗎 5個好 其實這邊不用欸 就是 好 那就是這邊再打開 為什麼會吃偶爾卵死 等一下 你為什麼會吃偶爾卵死 阿 我知道了啦 快吃喔 這裡要 應該吧 好 這樣子 吃吃看 啊 我是白癡啊 這樣就好了 我曾經在空島就這樣真的玩過 整個超紓壓的 可是太慢了 這很好玩嗎 那時候我在空島第一件事情就是 拼了命想要烽火台 有烽火台我就這樣掛了 不是這聲音很好聽嗎 有一個人啊 有一個人 欸小羽 石頭在這裡 希望自己去拿 對啊 這個是 我那時候空島還沒蓋的東西啊 因為 我蓋了也沒有用 因為我沒有絲綢之處 這就是可惜的地方在這邊 啊這是什麼東西 欸白癡我兩把絲綢之處啊 我在衝啥 那反正就是 明天還有說 要先去團團加不是30分鐘還是什麼嗎 我覺得太久了 我覺得10分鐘應該就夠了 在一個小空間裡面 能佈置的東西應該也有限 應該就是先把 先把我的 羊毛繁殖區先蓋出來 之後再去挖鐵吧 就慢慢慢慢玩 反正 畫面 畫面為福 我們聊天內容為主 這才是 我的台的 我的頻道的 主旨 而且最好笑的是 今天我姐 那邊 那邊 拍照片給我看說 有兩個小弟弟在看我的影片 我說不要 不要拆開他們 現在 給他們看我影片都覺得很心虛欸 就這樣啊 對啊 超多人塞在一個很小很小的空間 我就覺得 哇 這樣子有點 真的 會不知道幹嘛 好啦 就 大概 想介紹就是到這邊 因為這個 也是我在國外看到的 因為我那時候就有在思考說 為什麼人家可以用到石頭 而不是鵝卵石 然後去研究一下 就說 喔 因為岩漿 它澆到水面上 會變成石頭 然後如果是 就是末端這邊吧 那個 要怎麼解釋咧 你看 現在這邊打掉 是石頭 有沒有 因為岩漿從上面灌下來 會變成石頭 阿如果是左右的話 會變成鵝卵石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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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喔 石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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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有沒有 那這邊為什麼會變鵝卵石 是因為 靠邊啊 等一下喔 這邊會變成鵝卵石 是因為 就是 你看 隨著最末端 跟末端碰到 欸 欸 欸 就普通鵝卵石製造機 就是這樣子啊 嗯 這裡 然後 然後 這裡 然後 這裡 都是末端碰末端 才會 才會變成鵝卵石 所以那時候 常常玩生存啊 就是 你們都會看到高山 不是有一片那個 岩漿滑下來 那滑下來碰到水平面上 統統變成 石頭 我那時候以為是要碰到水的源頭 結果不是 本來以為啦 因為那時候想說 蛤 那 那時候我想到的方法就是 這樣子 嗯 我想到的方法是這樣子嘛 就 先蓋一個L型 也不是L型啊白癡 就是一個無限水源 就 你水源到這邊嗎 這樣自然就會變無限水源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 你把這邊 蓋起來 讓岩漿不會交到這邊的源頭 然後你在上面這邊 再倒岩漿 這樣 然後當你挖掉這邊的時候 新的無限水源就補進來 補進來之後就會無限再這樣生 這樣子 就這樣嘛 然後你這邊打掉 拿刀補好了 然後就這樣再打掉 可是後來我就發現說 奇怪怎麼偶爾會跑出鵝卵石 就有時候會有機率會跑出鵝卵石 就有時候會有機率會跑出鵝卵石 後來才發現說不一定是源頭 欸咻 對啊這邊補充一下小知識 有講錯的話 歡迎 歡迎留言下方 不是都這樣啊 歡迎留言下方進行討論 什麼之類的 對啊 因為 還是有很多東西 真的還是很多人不知道 包括我啊 像上次講的那個 呃 那個火的力 就岩漿的粒子效果啊 或是火的粒子效果 當時我是真的從 我那時候還是新手的時候 有人跟我講的 然後跟我講的那個人 是 麥塊姿勢還比我差很多 就像這種粒子效果 他是跟我講說 這個東西只要碰到 木頭上面就會燒 所以我當時是從他那裡 得到這個姿勢到現在的 所以 後來想想 我是白癡嗎 幹嘛要聽他講的話 然後 就有人在留言跟我講 然後我就仔細去查 就有人跟我講說 其實是那個 他說其實不是粒子效果的關係 然後我還要去查危機 他是說 只要在 岩漿附近 或是火的旁邊 都有機會燒 你看像這樣子 他其實是有機會在他附近的 一格蔓延 所以不 不限於往上 你看 如果我放這麼高的話 他不一定會燒到 我那時候真的私下無聊去砸 自己去死 就 我就真的放這麼高 這樣子 因為很多人不是會蓋那種 像 我看一下喔 地獄石欸 就是 你們會在家裡 就是這樣子嗎 放個營火 火堆 然後上面點這個 然後就很像 在家裡造型那種感覺 對不對 因為當時就是 我也是蓋類似這種東西 想說 啊我家的地板怎麼燒起來了 原因就是因為 我是這樣子蓋在旁邊 然後 我 用柵欄圍起來 柵欄 鐵柵欄 我這樣子用鐵柵欄圍起來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啊這個歷史效果你碰到啦 碰到當然會燒起來啊 我就說 哇 有這回事喔 我從此就相信了 你知道嗎 因為當時我真的要講 我當時是 1. 1.4版本 那時候 我真的還是一個新手 我那時候連 連紅石都不懂 你就知道我多菜了 我那時候還把 紅石當作是一個 稀有寶石 一挖到我就很開心 我說我挖到一個東西 叫紅石欸 是不是很厲害 那時候那時候 他們就 那個教我的說 還好啊 紅石很常挖到啊 可是我說我沒挖過啊 你就知道我那時候 多菜地板了 啊後來 後來他就 一直在 因為他 那時候會玩minecraft 是看阿神的影片 啊我玩minecraft不是看阿神影片啊 我那時候 那時候是看那誰 貼卷門 可是當時也沒有很迷啊 就是覺得哇 這種好像樂高 我就很喜歡玩那種 想說喔有樂高類似的遊戲 就很開心 你就辦法來玩 然後後來他就是 邊看別人影片 還沒很得意說 他會蓋什麼自動門啊 然後流賣機有的沒的啊 後來就問他原理是什麼 他說原理就這樣子啊 你照著蓋就好 他說照著蓋 我是要問原理啊 然後後來我仔細去研究一下紅石 說喔 這樣子喔 那麼簡單 然後就蓋了一 就是 之前的自動門嗎 活塞門嗎 對不對 活塞門還有一個東西叫隱藏門 後來我就問他說 你會蓋隱藏門 他說 不用隱藏門啊 只要用活塞門就好了 然後就蓋出來給大家看 他就 不服輸 那邊說 就很多 就很多 那種嘛 你 你 玩得比他好 他就會拿更強的人跟你比較 這個意思 就是比如說 呃 今天可能阿神蓋的那個 啊 我蓋了一個隱藏門出來 就要看